我在這裡要先問大家一句話 你這幾年過了有安心嗎? 有嗎? 沒有 你覺得我們國家有安全嗎? 有 你日子有好過嗎? 有 這是所有人的聲音 靠著想的 噢 拼著又再嚴重 順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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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 都差這麼多 讓我們這個國家可以安全 人民可以安心過什麼 國家不可以倒 人民就不會倒 你國家倒去 人民就不去了 國家有救人保護人民 有救護給大家過一個兵好一支 這是基本的 這幾年 日子都做到 黑金行銷 一個國家的根本 相當的政治 如果沒有金也刮過 你怎麼會好 你這支手要穿裡面 我們的公務體系 這個行政 我當總理 公務人員 受到政治的影響 這個議案會好 我常常說 不然 台南的港電彼岸去幫我查查 你八十八錢查查之後 不好意思 你現在在選總統 做青年 行政院長到副總統的 台青的主席 你有出來說一句話嗎 你有出來說一句話嗎 沒有嘛 因為我是南部小孩 我是吃 台灣蜜喝台灣水 是國家和我財布的孩子 我家以前的環境也不好 我小時候就去北部 每次 一天 去北部服務 然後全台灣姓 走一走 大家也知道我是警察 每天都抓壞人 我來高雄都是抓壞人 抓了我就走回來了 因為我要回去忙 所以都沒有停留 這幾個選議 我下來的時候 我跟他親戚 推一回 可能 就是我下來要拍那些人 可能 要是很多很多 愛這個土地 希望這個土地 能夠安全的 這是我們大家的心願 所以我現在要想問大家這幾個 你這幾年過了 有安心嗎 有嗎 沒有 你覺得我們國家有安全嗎 有 你日子有好過嗎 有 有 這是所有人的 什麼 他叫我去新北一個服務 多少高雄鄉親 南部來的 好朋友 在土地的生活 他們大家都跟我說 市長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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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的 手的 齁 齁 拼了又再越來越嚴重 接下來穿了 常常穿 穿 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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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這短心 很多問題 我想擔心 是因為我一生只有一個四年而已 我是中華民國給我養大孩子 我們要飲水死 我們要顧我們這個國家 我們這個國家可以安全 人民可以安心 健身 國家不可以倒 人民就不倒 你國家倒去 人民就不去了 尤其我們人民最大 國家最大 大家說對不對 對 對 國家有非常多 給人民 有祝福 給大家 過一個兵 這樣好一支 這是基本 這幾年 民進都做得到 他剛才裡面寫的說 疫情的時刻 我感觸最多 我到中央 行政院列席會報的時刻 我都給他拿手 入境土塞 說一年喔 當時 還說兩次喔 我們一個人在那裡說怎麼好 行政院過完 要不然還會提起了 當時我說 口罩戴上來 他說健康的不用戴口罩 明明你就口罩不夠 你給我口罩不夠 對不對 很多的問題 入境土塞 如果當年早點做 我們不會走那麼多人 有時候我們在講話 其實是好意 你要告訴我實情 你什麼會做不夠 你什麼會做得到 政府不一定 大家都做得很完美 但是要講得很實際 我常常講一句話 我們沒有孩子 就是故意善良嘛 常常做事情 好好做事情 實實做 我們不用跟別人扁話 我這個人的個性 我告訴你 你不聽 我告訴你第一次 你又不聽 我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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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 過程中間 痾痾痾 我告訴我 政府 說不 好說 說不聽 好說你 你又不在幫我聽 那不就要 我告訴你 那不是我們的本書嗎 所以這幾年 我就覺得說 真的政府 不是只有防疫做了 不好 以外 所以 黑金橫銜 一個國家的根本 雖 雖然你政治 如果沒有金也掛過 在那怎麼會好 你這支手要穿在那 我們的公務體系 讓這個行政 沒有辦法總理 讓國務人員 受到政治的影響 這個治安 會好嗎 這個國務人員 有尊嚴嗎 才有很多 我的兄弟 是體育的警察 你們都親親 可以說 啊現在怎麼會這樣 所以 黑金如果掛過 金就暖了 我常常說 啊不 台南的光電閉案 快幫我查查 你八十八錢查查之後 不好意思 你現在在選總統 做七年的 行政營長到副總統的 賴清德主席 你有出來說到一句話嗎 你有出來說到一句話嗎 沒有嘛 我們如果做不對 我們成員站出來 成長 做對 說清楚 沒有人會管理 其實我們台灣人就是這樣 好好做事情 這就是都不要好好做事情 今天就一樣 我要用這個心情 把我們新北市 把我們全台灣 搞好 讓我們台灣可以平安過一次 可以讓他們鄉親走 所以今天在我們高雄鄉親 吃我們台灣的米 喝我們台灣的水 要夠和平 夠安全 國家才會繁榮 才會勇氣 大家說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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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所有人看到 不管你是什麼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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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跟我說一句話而已 市長 還有我們中華民國 躲到台灣這家 可以叫北京 外國 方向 不論老大到小 我都去你 搞定了 在我人生 還有我做事的中間 這是我一生的信念 一生的使命 我絕對不會忘 好